今天是福宝隔离的第17天了 宋爷爷带来了福宝这几天隔离时的照片 福宝现在已经熟悉了 爷爷们穿着防护服的样子 再也不会因为爷爷穿着奇怪的灰色衣服 而感到害怕了 福宝也逐渐适应了安静的隔离生活 这张照片是福宝在盯着墙上的照片观看 想必宋爷爷已经给福宝介绍了 照片上刚出生的熊猫幼崽是谁 福宝看着墙上的照片一时入了神 亦或是看到了妈妈的样子 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玩耍的日子 这次在日记中还表示 今天是春分 从今天开始白天就会慢慢地变长了 虽然福宝现在是在室内 宋爷爷表示福宝同样也感觉到了季节的变化 福宝本能地做出了一些大熊猫春天时应有的反应 因为福宝在今年过完生日后就四岁了 即将成为一只成年大熊猫 宋爷爷爷表示 福宝这是在为自己以后所需要的事情 堂堂正正地做准备 就像当年爱宝一样 宋爷爷爷特意用堂堂正正这个词 来凸显福宝这个样子 是正常的 随着春分的到来 也预示着福宝将要离开的日子 也就越来越近了 宋爷爷表示自己最近有点矛盾 既希望和福宝在一起的时间变慢 但又希望福宝早一点恢复自由 去广阔的世界里自由地玩耍 而在最后 宋爷爷爷还分享了福宝近期的青团 示意福宝最近很健康 防止引人不适 图片放在评论区了 根据宋爷爷爷的统计 福宝自出生后13个月开始产青团 一直到今天大约一共产了七吨青团 换个角度想 也就是福宝曾吃过至少七吨的竹子 如果再加上爱宝和乐宝呢 这庞大的数字简直难以想象 不知道福宝一家 有没有给韩国的竹子吃涨价 毕竟在此之前 韩国没有什么动物 是以竹子作为主食的 福宝正拿着爷爷今天早上 为自己准备的饭后小甜点啃咬着 结果下一秒 里面的小甜点就洒了 这让福宝感到很难过 早上爷爷给福宝放置竹子的同时 还给福宝带来了一个 自己亲手制作的饭后小甜品 小甜品好看的像是一个花盆 爷爷放置完后 给福宝将通道门打开 让福宝来到了室外园区 福宝来到室外园区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到爷爷准备的小甜品前 而是先给小木床上的窝头和竹子 吃了个干净 之后才来到小亭子上 福宝来到小亭子前 很快便被爷爷准备的饭后 小甜点给吸引了 福宝凑上前仔细地闻着 福宝感觉眼前这个竹子 美得不像是能吃的 福宝对着小甜点闻来闻去 上面胡萝卜的气味 逐渐吸引福宝 使福宝情不自禁地 将其拿了起来 但下一秒福宝 没抓住小甜品掉了下去 福宝此时便对其失去了兴趣 福宝一个转身 将其坐在了屁股下面 然后吃起了爷爷 给自己准备的窝头 等福宝吃完窝头后 突然感觉到屁股下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 转身查看时 这才又想起了 自己的餐后小甜品 福宝将其重新抱起 福宝这次发现了 上面用胡萝卜雕刻的小花 福宝一口将其咬了下去 福宝吃到胡萝卜后 小嘴止不住地上扬 福宝表示 胡萝卜变好看后 好像更美味了 而此时 另一块胡萝卜 从福宝怀里划了下去 福宝没有发现 看来 今天福宝要少吃一块胡萝卜了 下一秒就在福宝要吃竹子时 竹子又散掉了 福宝一脸懵得瞪大了眼睛 这是给福宝吓了一跳呀 福宝表示 今天有点倒霉 福宝趴下看了看 还能不能挽回 福宝感觉竹子 失去了原本好看的样子 便没有了食欲 福宝拿起了一旁的竹叶 吃了起来 福宝惬意地 躺在小亭子上 全部吃完 之后 福宝来到饮水盆前喝了会儿水 此时福宝今天的工作 便已接近尾声 现在等爷爷给自己开门就行了 一会儿 爷爷很默契地 给福宝把通道门打开 福宝室外营业时间便结束了 今天乐宝来到室外园区的通道门口 本打算回家的乐宝 一转头盯上了旁边的观景竹 乐宝感觉眼前的这根竹子 应该味道不错 便将其掰断 带到了小亭子上 打算细细品尝一下 而有了竹子后 回家的事情 乐宝便忘到了脑后 乐宝坐在小亭子上 大口大口的 吃着自己动手采摘来的竹子 竹子吃完 奶爸便将通道门打开了 吃饱喝足的乐宝 迈着愉悦的步伐回了家 早上一一来看福宝时 爱宝乐园的游客 依旧是人山人海 一一排了好久的队 才来到福宝的面前 此时 福宝刚在园区里吃饱喝足 正往小树上爬去 福宝打算到小树上睡觉了 福宝来到小树上后 伸了的懒腰 福宝向后仰去 享受着园区阳光的沐浴 渐渐的 福宝便被太阳晒得困意上来了 福宝给自己调整了一下姿势 趴在了小树上 福宝看着园区外面 来来往往的游客 福宝感觉这样很是催眠 没一会儿 福宝便在树上睡着了 福宝睡着后 一一来到乐宝园区 来看乐宝 乐宝这边看上去更惬意 乐宝在室外园区的树上 晒着太阳 冬日里的太阳更暖雄心 乐宝在树上呆着呆着 口渴了 便从树上爬了下来 来到了饮水盆前喝水 乐宝坐在饮水盆前 乖乖喝水的样子 太可爱了 等乐宝喝完水一转身 瞬间变成了 肌肉熊壮的母熊 乐宝来到通道门口 打算回家了 但是通道门还没有打开 乐宝现在上面 给其做了下标记 然后返回小亭子 乐宝来到小亭子上 又给依依们表演了一个技术活 双手支撑在小亭子上 撅着屁股 在小树上做标记 而随着冬天的到来 两个爷爷给乐宝园区的竹子 都穿上了外衣 帮助他们 扛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乐宝在观景竹前观望了一会儿 从中选了一根将其掰断 带到了小亭子上 这妇女俩 真是一个折腾丸 另一个接着折腾 爷爷正在为乐宝和爱宝 收拾产在室外的情团 这是将爷爷在乐宝和爱宝 飞往韩国前一个月时的生活 此时爱宝和乐宝的园区 比韩国的要大很多 所以将爷爷在园区 寻找青团时要费力许多 这一圈绕下来 将爷爷累得气喘吁吁的 而与此同时的爱宝 正在室内安静地享受着自己的竹子 将爷爷忙完来到爱宝房间 和爱宝打招呼 随着将爷爷和爱宝的接触 也逐渐地熟悉起来 爱宝听到将奶爸叫自己 走到奶爸身边 衣服在奶爸身下 跟奶爸撒了个娇 将爷爷看到爱宝和自己撒娇的模样 刚才的疲惫 一下便消失不见了 将爷爷夸在爱宝漂亮又可爱 这呆萌的小眼神 和现在的福宝很像 一会儿将爷爷继续进来 而爱宝则乖乖地坐在房间 继续吃竹子 而将爷爷这里将垃圾清理完 便开始为爱宝和乐宝准备竹子 将爷爷将竹子用力地往地面摔去 使竹子摔裂 这样爱宝和乐宝吃起来比较方便 将爷爷讲解到 自己手里的这种竹子 大熊猫只吃里面黄色的部分 而外面绿色的外衣 大熊猫是不吃的 将爷爷说着说着 怕大家不懂 便将一块竹子 放在嘴里掩饰了起来 好的 爷爷表示 大熊猫的口味不错 而爱宝这里 则表示 奶爸那样吃不对 要像自己这样吃才过瘾 一会儿 爱宝去到室外玩耍 将爷爷则来到房间 开始为爱宝清理室内的卫生 墙壁地面每一个地方 都进行了仔细的冲刷 将爷爷表示 虽然打扫卫生很累 但当看到大熊猫们 在自己打扫的房间里 开心地生活时 之前的疲惫 便会消失不见 打扫完园区后 将爷爷去看了乐宝 看将爷爷看着乐宝 在小亭子上玩耍的样子 笑得多开心 爷爷正在和两只熊猫宝宝 一起玩耍 为其揉着小肚子 当爷爷停下来后 两只熊猫宝宝 还有点意犹未尽 想让爷爷继续 抱着爷爷爷不让爷爷走 每天爷爷 来为两只熊猫宝宝打扫卫生石 两只熊猫宝宝 听见动静后 就会走向爷爷 开心地和爷爷打招呼 表示自己看到爷爷了 一会儿 爷爷去到另一个房间 爷爷 让其过来玩耍 两只熊猫宝宝便不敢了 以前爷爷 只会让熊猫宝宝 待在一个房间里 今天爷爷开始训练 两只熊猫宝宝 来隔壁房间 大胆的挥宝 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而爱宝此时正在吃竹子 挥宝在房间四处观察 挥宝走到通道门口 看样子 挥宝是想去室外玩耍了 而爷爷为熊猫宝宝把门打开 也是为熊猫宝宝们 去室外活动做基础 一会儿 瑞宝也大胆地走了出来 但是被爱宝发现了 瑞宝被妈妈叼了回去 而挥宝这儿却成落单了 爱宝抱着瑞宝舔着屁股 而挥宝这儿非但没有害怕 好像玩得还很开心 他在爱宝的竹子上 仔细找寻着什么 爱宝在隔壁呼喊着挥宝 让挥宝回来 而瑞宝看到妈妈训妹妹 在旁边一动也不敢动 瑞宝感觉自己多说一句话 自己就会受到牵连 福宝抱着眼前的大竹子 一下就给压到了身下 这根竹子 要比福宝高出数倍不止 福宝抱着竹子越发激动 对着竹子一顿挥打 但福宝越往前走 却越对这根竹子不满意 最后甚至选择了放弃 然后埋头继续在观景竹里找寻着 而今天福宝不是爬进去的 而是直接给通道门撞开了 给自己开辟出了一条宽阔的大道 早上福宝在室内园区的时候 还是一个乖巧可爱的好宝宝 自己坐在小厅子上 乖乖吃着竹子 竟显淑女模样 而到了下午 福宝来到室外园区后 福宝吃完竹子后 便一头扎进了护栏内的观景竹里 在观景竹里找寻起了什么 而这次爷爷没有出来哄福宝回去 而是给福宝将通道门打开了 等福宝完够了 自己出来 或许是爷爷觉得 观景竹内并没有什么危险 既然福宝在里面玩得开心 索性就让福宝在里面玩耍了 大不了等来年春天 再给福宝种一批新的竹子 这次福宝没有了爷爷的阻挠 在观景竹林里玩得越发放肆 福宝从东边走到西边 观察着观景竹林里的每一根竹子 看到满意的 就对其来上两口将其咬断 咬断后福宝觉得不行 便又重新换新的目标 反复如此一段时间下来 观景竹林里损耗了两三根竹子 但可以看出福宝确实玩得很开心 不知道过段时间 爷爷会不会索性直接给护栏拆掉 让观景竹合并到福宝可玩耍的空间里 这样福宝吃不饱时 就可以随时采摘新鲜的竹子来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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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